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看來這位朋友他目前是仍然在韓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美麗的好朋友們 那其實在前面幾支影片我們會談到紙膠帶呢 大部分都是因為我們有去一些市集 或者是參加溫創展之類的 那我們就從家裡面的一些收藏當中 精選了幾個類型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們第一個呢是百搭花紋系列 我們從紙膠帶當中呢精選出10款 像是這樣子有一些是小光格條紋啊 還有圓形的線條 甚至是波浪條紋的這一些款項 那這些平常拿來做卡片的裝飾的時候 也非常的方便也很百搭 比方說如果是喜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兩款來搭配 那這幾個呢可以當成是夏天主題的卡片 那剛好我挑出來這10款呢 都是MT紙膠帶 而且呢MT這個品牌它的款式也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您是剛開始入門想要接觸紙膠帶的話 我很推薦買這個品牌 因為它的品質很好 而且比較不容易才要抵擂 你有實際上過你這個牌子的紙膠帶 到底有幾個嗎 嗯...沒有 應該不算多啦 在我還沒有買完 所以我喜歡款式之前就不算多 那第二個系列呢 就是大自然植物系列的紙膠帶 那這個系列呢 在做卡片或是手帳的時候 也算是蠻好裝飾的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樣排版的話 其實你有時候就把它撕開這樣 啪貼上去就好 你這個建議也太粗糙了一點吧 啪是什麼啊 那像左邊這三款呢 它都是櫻花有不同的品種 像上面這一款它比較典雅 那這兩款是比較浪漫的 所以你就可以說 比方說依照你朋友不同的形象 來做一些搭配 然後還有像這一卷 核糖啊 它很厲害的是 它是可以對花的 會變成像這樣子 非常的好看 這個很厲害 這個設計的很好耶 超級好看 很美很美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MT它有出這個 太陽系的八大行星款 那時候我會覺得 它很對我這個 入門太空迷的一個演員 所以我要再次推薦大家收看 我們之前的太空食物篇 請點擊右上角 會很亂打廣告 這邊嗎 右上角是在另外一邊 抱歉抱歉 那第三類呢 我們這個是生活食物篇 我挑選出來的有幾款 像是這種典型的 還有車子建築物地圖 這一些系列 那其實基本上 如果說是以吃的東西 食物來講的話 我的指教帶也沒有很多 那其他呢 還有像是建築 像這個是台南的月老廟 它總共有四間 那另外這個是台北的建築 像是中正紀念堂 台北建築的限定款 再來是地圖 還有一些是旅行比較常見的元素 那這兩款呢 就很適合用在旅行的手帳上面 那另外這兩個呢 就是花磚 那接下來介紹這個品牌呢 是我們展示在最前方的這一個 它是一個名古屋公司旗下的 紙招帶品牌 大約是在2015年 2016年的時候呢 出了像這樣子的貼紙型和紙招帶 那如果您是喜歡做拼貼的人的話 可能會很喜歡它 它就直接這樣一塊一塊撕下來 你不用額外再去修剪 它就已經是貼紙型的紙招帶了 所以非常的方便 不過呢 這一種紙招帶呢 還有一個比較困擾的地方 是它的包裝 你看它這個包裝 這個旁邊空白的地方 這麼大 我之前不管怎麼樣疊 還是這樣子疊 或怎麼樣擺 我都覺得非常麻煩 佔了我很多收納的空間 這個風格很鮮明很酷 但是它的包裝也鮮明到超級浪費空間 更酷 不過它最近是有改善了啦 它後來新版的呢 就是旁邊的都沒有了 只是它這樣一塊 所以我覺得上是有比較好的改進 再來要介紹的呢 是橘水 那這一家公司呢 它早前是做工藝用盒紙膠帶起家的 那我非常喜歡它的包裝 還有它上面會有一些小小的標語 然後這會讓我覺得它呢 是一個有故事的精緻的存在 那我很常會把它拿來當成卡片外圈的裝飾 那我最喜歡這款叫微積分 它是我收到的禮物 不是很有創意嗎 它是數學 然後又藝術 然後又是這個微積的微積分 這個系列的確是盒子很可愛 很適合拿來當禮物耶 我也覺得說到很開心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到的是 這一款紙膠帶 它也很別緻 它和傳統捲起來這種紙膠帶 它不太一樣 它就是直接把它裁成這樣子 一條一條的 把紙膠帶和那種貼紙做另外一種結合 它一份呢就是四款或者是八款 那你看它上面裡面就長這樣子 那你把它對折起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這樣就變成像是一個 那個名片大小 然後它每一個封面都做的是不一樣的 這不錯耶 而且它長得好像便條紙 對啊 它就是便條紙 跟盒子 還有貼紙上做一個結合 我覺得蠻好的 但是呢 這個紙膠帶它推出的時候 就有非常多不同的元素和華色 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到目前都還沒有去完整的細看過 它到底有哪一些項目 再來要介紹的是 卡通人物的可愛系列 那這個系列呢我會買的像是 Hello Kitty、小小兵、Snowbee這一些 可能是參加一些特展 或者是去什麼遊樂園之類的地方 我就一定會買回來 其他還有像是Line啊 還有那個Cacao角色 那他們角色比較鮮明 所以我通常是以收集為主比較少在使用 可能是在貼信封的時候 會把它貼一條起來用而已 他們就是好可愛 好想買這些好不使用啊 對 可是真的你一定會很想收集 因為它實在太好看了 真的是很可愛啦 繼續要來看到的就是 藝術家設計系列 那每一次我們去市集啊 或是文創展的時候啊 一定會帶一些藝術家 他們設計的紙膠帶回來 那我們先前啊 每次介紹過的類型呢 大部分都是這個系列 所以我們這次不多做介紹 就拿出這幾塊美麗的出來展示一下就好 那些紙膠帶呢 他們是把它剪成貼紙來做拼貼混 大家怎麼擺都非常漂亮 藝術家系列就是擺著就好看 就像美女也是站著就好看也好 再來要看到的是文字系列 舉辦像是布公之前出的這種 正知道了 還有像是文學獎的周邊 還有浪漫詩句的紙膠帶啊 它顧名思義統稱起來就是 尾字 反正就是有寫字 最後最後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韓國輸送恩次版 這一次呢就是我妹妹她剛從韓國回來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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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妳是從哪邊買來的啊 這是那個韓國的一間文具品牌 它叫做Onsbox 它裡面就是有這些可愛的小角色們 特色角色 他們除了可愛之外呢 他們都會突然給你拿一個 很白目的小台詞啊 或是譬如說 屁股破掉之後有小小的幽默 對你看 它像這個小桃子 它桃子的那個屁股 它還把它一點拆下來 不知道在擦屁股外面 很可愛 那我最喜歡的是花生 之前去韓國也是買了這個 清米盒回來 你看它的花生 它還破掉耶 超可愛的啦 對 我就覺得好可愛 很喜歡 它有個很好笑的是西瓜 然後它西瓜還把自己炸成汁 我現在才發現耶 它真的很有潮濕 覺得這一套呢 不收購不行 感謝N次牌 對 我覺得這個分裝片其實還不錯耶 比方說你和你的好朋友 兩個都很喜歡紙膠袋 那我買10卷 你買10卷 那我們就各自分給彼次一個人 可能一卷100公分的話 你看我就可以有20卷紙膠袋的花紋 那目前呢 我是有把這些紙膠袋做成紙膠袋目錄的 那大概貼了1.5本了 它裡面大概就是長得像這樣 你可以開紙膠袋 然後逼大家看你貼紙膠袋目錄啊 這樣很有平常感 欸 可是大家的話我會都不講話 就會在那邊一直貼一貼 然後在那邊寫字 在那邊兌線 我會幫你配一個很美妙的音樂 喔 還不錯耶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如果你想看的話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紙膠袋精選介紹 那如果您也喜歡紙膠袋 或者是想要和我交換 拉分裝的話呢 也歡迎你再留言告訴我們喔 當然要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影片 有齁 好 大家掰掰 嗨